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王力宏日前被中国网媒爆有四人运动影片 文中出现王力宏成插舟 尺度带到不忍直视 男女通吃 等影射性内容 对此王力宏工作适应起来搜证 强调抹黑铃容忍 针对一系列侮辱 北方性言论提出告诉 日前获得胜诉 对方应发布之前声明 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并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 工作室也再次严厉警告 点名其他网路媒体停止发布涉嫌侵犯王力宏名誉的言论 否则会追溯到底 后期划放检果 使用于冷却下的部件 死刀 我们打算结束 稍微转移转移车